得知肖峰身亡 小远山愤然还俗 他的一个传人成了天下第一 全篇天龙八部有一个无人不冤 友情歼灭的特点 这个特点在肖峰身上更为明显 肖峰原是丐帮的一帮之主 可以为了丐帮赴汤蹈火 可以为了兄弟两肋插刀 可马夫人机关算尽 他勾引肖峰不成 反而曝光了肖峰契丹人身份的秘密 肖峰一下子就高高在上的丐帮帮主 进而沦为了一个人人喊打的契丹狗 在群雄的逼迫之下 势弱风虎的肖峰在聚贤庄大开杀戒 逃出生天后的肖峰只得远赴辽国 成了耶律鸿基麾下的南院大王 然而肖峰依旧心细黎民百姓 屡屡拒绝了耶律鸿基挥兵南下 进攻中原的命令 肖峰甚至为了止息干戈 虎西在燕门关挟持了耶律鸿基 最终逼退了辽国十万铁骑 但肖峰觉得自己身为契丹人却挟持辽地 况且耶律鸿基又是自己的结拜大哥 肖峰万念俱灰之下 持起地上断剑狠狠插进自己的胸膛 就此结束了自己短暂又悲壮的一生 另一边 肖峰的生父肖远山皈依了佛门 成了扫地僧的座下弟子 不过当肖远山听闻了爱子自尽的消息 他心神大振之下再也按捺不住 要知道的是 肖远山三十年前之所以会家破人亡 无非是慕容博为了挑动辽宋两国 这才假传消息 引了21位江湖好手埋伏在燕门关 不及了肖远山一家 随后在扫地僧的点画之下 肖远山暂时放下了恩怨 但听闻肖峰自尽 肖远山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肖远山认为 慕容博为了一己之力害得爱妻惨死 如今自己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反观慕容博 他嘴里念个阿弥陀佛 就像恩怨化的一干二净 天下间哪有这等好事 肖远山越想越气 一度要找慕容博晦气 却在扫地僧的干预下 碰了个灰头土脸 肖远山一目之下愤然还俗 他踏上了云游四海的旅程 避免赌物斯人触景生情 肖远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一个传人 竟在百年之后成了天下第一 原来肖远山当年潜伏在藏经阁 投学了少林寺的诸多神功 说那个是这么写的 老僧又道 肖局势找到一侧扶摩杖法 却欢喜鼓舞而去 爱 沉迷苦海 不知何日方的回头 肖远山听他随口道来 将三十年前 自己在藏经阁中营业的作为 说得丝毫不错 渐渐由惊而去 由惧而不 背上冷汗一阵阵冒将上来 一颗心几乎也停了跳动 可见肖远山练成了少林寺的扶摩杖法 这门武功是少林寺绝不外传的神功 然而在射雕时代 有这么一位江湖人物 居然也学会了扶摩杖法 此人正是江南七怪之首科振厄 科振厄虽然是江南七怪之首 但他的武功修为却是稀松平常 这又该如何解读 答案很简单 仅用笔下的江湖 素来有武学退化论的设定 加之战火纷飞 扶摩杖法这门神功 传到科振厄的手中 极有可能变得残缺不全 但不管怎么说 科振厄学了扶摩杖法 他的师父的师父就是肖远山 因此科振厄算得上 是肖远山的传人之一了 尽管科振厄的武功捉襟见肘 但科振厄却在机缘巧合之下 收了一个徒弟换作郭靖 郭靖憨厚老实 实则是一个大智若鱼之人 按照辈本来看 郭靖就是肖远山的徒孙 也是肖远山的传人之一 由于扶摩杖法不完整 加之科振厄本人 也没有完全领悟这门神功 因此这门武功传到郭靖手中 也变得平平无奇 然而郭靖却在黄龙的协助下 学会了降龙十八掌 又得了全套九阴真经 加之郭靖又学会了老顽童 周博通的左右护博之术 还将这门武功和降龙十八掌 九阴真经融合在一起 有了刚流并济的至高境界 到了神雕时代 郭靖的武功已是所向披靡 他若说自己第二 有谁敢说自己第一